可以先跟我们妻子的浪漫旅行的观众打个招呼 哈喽 妻子的浪漫旅行的粉丝们 你们好 我是这一次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小助手吴轩仪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当小不久回事 我就是感觉那狗粮我是吃的 吐完了也会吞回去的那种感觉 就被虐得还能忍吧 至少现在我还在 聊一聊第一天 听说你很紧张是吗 嗯 怎么说呢 因为最开始刚来的时候 我是担心不了解姐姐们的性格 还有在来之前 哥哥姐姐我也没有在其他工作的时间 遇到过姐姐们也没有认识过 所以我就想说 第一天给她们一个好的印象 当时听说要来其他那旅行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 我在想说 哇我们经纪人是这么大胆的吗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过这个节目了 然后觉得说有很多能够学习到的地方 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知道 虽然离我现在的状况还有状态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还是有点好奇 就是如果要是两个人真的是要一直生活在一起的话 要怎么相处或是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这次来的话 就是能帮助涛姐一起来打个下手 然后我也是整个舞技里面第一个女生的小助手 所以呢 希望能够给姐姐们带来一个特别幸福 又不一样又浪漫的之旅 就好了 就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